好 開始囉齁 好 好 那個 各位嘉賓好 今天 是2023年的11月 22號 禮拜三 也是民國112年的 11月22號齁 那今天 我跟陳宇倩分隊長 打算跟各位嘉賓介紹 澳 澳洲 英國 美國 三方的安全夥伴關係 簡稱奧庫斯 奧庫斯 奧庫斯聯盟 他的內涵 然後今天很榮幸邀請 陳宇倩分隊長來跟大家 分享奧庫斯的內涵 那我跟各位嘉賓報告一下 這個 陳宇倩分隊長他通過 警察特稿內鬼的 國境警察特稿內鬼的 三等的考試 然後分發到 航空警察局服務 那現在在航空警察局 安全檢查大隊 安檢大隊 擔任分隊長的職位 好 那陳宇倩分隊長 他也是中央警察大學 國境警察研究所的法學碩士 那今天感到非常榮幸 跟邀請陳宇倩分隊長 來跟大家分享奧庫斯的內涵 那我們的最主要資料 集中在這個奧庫斯 他維基百科的奧庫斯 然後在介紹奧庫斯之前 先跟各位我們先簡單來看一下 最近的奧庫斯的這個新聞 這個大紀元裡面 他有說澳洲修法強化奧庫斯的那個信息 資訊的共享 防止技術外洩 因為他這個奧庫斯 他就是澳洲、英國、美國 奧庫斯他中文叫澳洲、英國、美國三方安全夥伴關係 在2021年9月15號的時候 聯合宣布的軍事外交安全的合作夥伴 就是最主要是英國跟美國他們現在在 他們擁有那個核子動力 潛艦、潛隊 潛艦、潛隊 他們要協助給那個英國、美國 要他們因為他本身有核子潛艦 他把那個技術轉移給澳洲這樣 讓澳洲有一個潛艦這樣 核子潛艦 這個奧庫斯也是構築美國新的印太戰略聯盟合作的一部分 最主要是圍堵中國大陸的東擴,擴展 他從第一島鏈擴展到第二島鏈 然後澳洲有核子潛艦 就是把這個英國、美國、澳洲 把這個中國大陸把他鎖起來 圍起來這樣 讓這個中共的海軍的戰力 沒辦法擴展到這個太平洋 一直往外擴展這樣 把他鎖住在中國大陸附近這樣 即便鎖不住的話 因為澳洲他、英國、美國給他提供核子潛艦的話 他那個對於中國大陸的這些海上的這些艦隊啊 航空母艦啊 都產生了一個非常大的那種威懾的震懾的效果這樣 所以想到他的中國一定是非常反對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最近的新聞 然後我們簡單的檢視一下 然後再恭請陳以倩分隊長跟大家報告跟分享 這個大紀元他一週前 今天是2023、11月22號 大紀元他有提到一個新聞 他說澳大利亞政府 就是2023年的11月14號 提出了一項國防貿易管制法案的修正案 他說那一個就是說把外國人分享 分享這個國防跟戰略物質清單的敏感技術、貨品 視為那個就是他要進行管制就對了 如果外洩的話是有犯罪行為的 外國人如果分享這個DSGL 國防與戰略 國防與戰略的這個物質清單的敏感技術、貨品、服務 如果外國人竊取這個的話 他視為一個犯罪行為 這個叫做什麼呢?這個叫做國防貿易管制法 然後這個是AUKUS最新的一個新聞 然後再來是自由時報 2023的3月15號 自由時報他說 英國、美國、英國、澳洲、AUKUS聯合計畫 為何讓中共這個急著跳橋 這AUKUS就是 他們就是要三方聯手打造澳洲 未來他擁有核動力的攻擊潛艦的兵力計畫 好 這個AUKUS聯合最主要是 對抗中共的海軍艦隊 海軍艦隊這樣 好 所以那個中共會跳腳 好 那經濟日報他有提到 那個 中國大陸他最近 20236月19號他有說 中國大陸他說 這個AUKUS衝擊核武不擴散原則 他說中國大陸持續抗議 澳、英、美、核潛艇計畫 這是經濟日報的 經濟日報 這個AUKUS挑動了北京的那個敏感神經 那中共的提出的理由就是說 衝擊核武不擴散的原則 好 20236月9號裡面 Light Today裡面 Light Today是現在網路上非常流行的那個 傳播訊息的新聞的這個網路的平台 他說AUKUS最新的細節 澳洲2032年 現在是2023 2023他說2032年 他會先接收美國現役的核值潛艦 再買回一艘 再買一艘通緝的新潛艦 新潛艦 所以澳洲大概 所以他這個是20236月9號的新聞 所以澳洲現在就打算說 在2032年的時候 他就會接收美國現役的核值潛艦 要慢慢的 美國要把這個核值潛艦的技術 轉移給澳洲就對了 好 另外一個新聞的話 就是2023的3月9號 這是美國之音的奧語王 他說AUKUS首腦下中 就是2023的3月的時候 預計敲定AUKUS那個潛艦 核潛艦的建造的那個細節 所以澳大利亞的總理 安東尼奧巴尼斯 他就在今年3月的時候 就跟美國拜登和英國首相 蘇納克他預計要見面這樣 就是要打入AUKUS的核潛艦的細節 所以事實上這個潛艦計畫還是在進行 然後在自由時報裡面 今年的3月14號 AUKUS三國領袖發表聯合聲明 公開潛艦合作案的未來的那個佈局 最主要是美國跟英國要分享核值潛艦的技術 然後給澳洲 最主要是要反制中國那個擴散 擴散 這是AUKUS的 他的那個計畫新的那個潛艦的那個發展的那個方向 好 這個是 這個是AUKUS的那個最新的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新聞 然後 在這個瘋傳媒裡面他有提到 他有提到說 40億的英鎊合約簽的 英國、美國、澳洲聯手抗衡中國 所以那個他們有一個那個計畫 事實上他們就是有開始在著手 有開始著手 好 這個自由時報是7天前 是剛才跟各位教兵報告的 鞏固AUKUS澳洲領立法限制國防技術來分享 這是7天前 所以2023 截至今天是2023的11月22號 一週前 澳洲不僅沒有終止這個AUKUS計畫 還訂定一個法案 防止澳洲那個外國人竊取 獲取奪取這個澳洲那個和潛艦的國防技術 再來就是說那個天下雜誌 在2023、3月16號他有一個新聞 他說抗中的決心越來越強 AUKUS澳洲、英國、美國 連手打造這個核實潛艦 他這個AUKUS是2021 9月19日成立的 所以AUKUS年某 然後到今年的3月 他是計畫越來越強 計畫越來越強 然後簽訂的 有簽訂的一些契約這樣 所以難怪今年的6月9號 這個經濟日報也有寫 今年的6月9號 持續抗議因澳美和潛艦計畫 中國大陸上說衝擊核武不擴散原則 所以就可以看出來 這個就是這個計畫不斷的 在執行當中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請這個 以倩分隊長 陳以倩分隊長 來介紹AUKUS的內涵 我們的資料是來自於維基 那個以倩分隊長 那你可以開始介紹了這樣 OK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那現在就開始介紹 AUKUS 那AUKUS 那他是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那澳英美聯盟 澳英美三邊安全協定 然後澳庫斯 澳庫斯聯盟 那澳庫斯協定 那是由澳洲 AU 那英國 KU 和美國 在2021年9月15日宣布成立的軍事外交 還有安全的合作夥伴關係 那 澳庫斯呢 主要的目標是 由英美兩國協助澳洲 建造一支核子動力潛艦的艦隊 那這個聯盟呢 也是構築美國新印太戰略聯盟合作的 一個部分 好 那 下一個部分是有關 澳庫斯的歷史 那在2021年9月15日的時候呢 美國總統 Joe Biden 那英國首相 強森 還有澳洲總理 莫里森 那發布聯合聲明說 宣告澳庫斯的成立 那倡議提出 預計於18個月內幫助澳洲建構一支核子動力的潛艦艦隊 那他們的聯合聲明表示 澳庫斯將自立於保護他們人民 那支持和平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那保護捍衛 那三方在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 那加強三方的合作 情報共享 人工智慧 那量子技術還有領域的一些發展 那澳洲將遵守高標準高透明的核不擴散條約 那致力於 致力於旅行對無核子武器的國家 那國際原子能提供的義務 好 以前等一下 以前分隊長等一下 這個印太地區 它這個是叫做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它這個是2016年的時候 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首相倡議的 就是倡議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就是由美國 美國 日本 因為是日本安倍晉三倡議的 印度 還有澳大利亞之間 四邊安全對話 特別強調的目標 還有實現 就是由這個自由 Free Open的這個印度 還有太平洋 他就是 主要就是由安倍晉三提倡的 所以日本一定會加入 美日是同盟 還有再加一個印度 還有一個 印度 還有澳洲 澳洲這樣 就是要在這個印度太平洋裡面 打造自由開放的一個海域這樣 這個叫做那個印太地區 印度太平洋 印太地區 因為他 他那個 印度也有加進來 所以印太地區這樣 好 那以前分隊長 繼續介紹阿庫斯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好 好 歷史的第二段 澳庫斯被述維是 A-N-Z-U-S A-N-Z-U-S 是澳紐美安全條約 是一個美國澳洲還有紐西蘭 那聯合處理太平洋地區防衛事物的安全條約 但目前今日此條約在任何方面也遭受攻擊 那已經比較視為了 所以目前由A-N-Z-U-S 來接收這個他們之前所簽訂的協約 好 那因為紐西蘭呢 因禁止核子武器還有核潛艦的停靠 沒有參與A-N-Z-U-S A-N-Z-U-S的建立是基於持久的雙邊還有聯盟 那它主要在讓美英澳三國在與東協 太平洋國家五眼聯盟合作夥伴 釋放安全對話機制等自同道合的區域夥伴 建立國際的夥伴關係 那隨著戰略環境的改變 那該聯盟勢必要會進一步的升級 那目前外界多認為AUKUS聯盟的組成 是為了對抗目前日益強勢的中國 那在2022年4月5號的時候 美國、英國和澳洲擴大AUKUS的合作範圍 那三國合作開發超高音速的武器 那在今年的3月14號 那美國、英國、澳洲三國的領導人 公佈了合作的細節 那澳洲首先從美國獲得至少三艘的核子動力的潛艦 那接下來是創立的爭執 那法國對澳英美三國共同創立的AUKUS 那導致法國失去澳洲的潛艦契約 表示非常憤怒還有遺憾 那外交部長 那法國的外交部長 還有法國的國防部長 就澳洲宣布停止與法國合作 價值約900億澳元的未來潛艦計畫 那他們違背了合約 那轉而與美國展開和潛艦合作的決定 表示非常遺憾 那澳洲更在2021年9月17號到18日的時候 然後召回駐澳洲還有駐美國大使來代表他們抗議 那後來呢 法美澳三國領導人在經過通話後 那法國的駐美大使於9月29日返回華盛頓 那法國的駐澳大使也在10月就返回了澳洲的坎培拉 那下一個部分有關AUKUS的技術共享 那根據AUKUS達成的安全協定 美國與英國提供取代澳洲皇家海軍的艦隊 還有相關的軍事技術 那協定內容涵蓋折子動力潛艦和水下航行的領域 那遠端攻擊的能力以及跟蹤躲避敵方的能力 那AUKUS的聲明重點也用於威懾網路站的網路安全服務 人工智慧還有近幾年研發的量子電腦的技術 那也尋求通過匯集資源和整合國防相關的科學工業和供應鏈 那來抗衡中國的軍事競爭 那AUKUS策重於軍事方面 那獨立於五眼聯盟框架外 那五眼聯盟是 多了紐西蘭跟加拿大在內的資訊共享機制 五眼就是AUKUS三國 澳洲 英國 美國加紐西蘭跟加拿大 資訊共享機制 那技術共享的第二段 潛艦 那該AUKUS的協定呢 包括幫助澳洲擁有核子動力潛艦的條款 那美國對上一次與盟友分享核子動力推進的技術 那主事在1958年跟美國達成類似的協定 那該計畫是根據2016年澳洲跟法國的海軍集團共產合作 那取代澳洲的潛艦 那達成的未來潛艦計畫 那根據該計畫呢 澳洲將與法國海軍製造12艘攻擊的潛艦 那取代澳洲原本的6艘常規動力的潛艦 那第二段 那美國同意向澳洲提供技術 那作為核潛艦動力來源的濃縮釉 但它是不會在澳洲生產的 因為澳洲一直是一個核不擴散運動的領導者 那限制了澳洲擁有核技術 那所以澳洲有望成為 即美國、俄羅斯、中國、英國、法國還有印度之後 第七個擁有核子動力潛艦的國家 那美國總統拜登和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 在遠端新聞的發布會上強調 澳洲不會使用核子武器來武裝潛艦 那這些潛艦只會攜帶常規的潛射、巡弋、飛彈 澳洲是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署 那該條約禁止其取得或部署核子武器 那個以前你方便 分隊長你方便介紹一下 簡單點一下核不擴散條約 要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條約 OK OK 好 那有關核不擴散條約 簡稱NPT 它是Trait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 那普遍稱為核不擴散條約 那也稱作防止核擴散的條約 是在1968年的時候 由美國、蘇聯、英國還有中華民國 那其他58個國家共同的簽訂的條約 那該條約主要是防止核的擴散 那推動核裁軍和促進和平 利用核能的國際合作 那到2015年的2月為止 總共有190個國家跟地區 簽署了核武進擴散條約 那目前沒有簽署這項條約的國家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南蘇丹還有以色列 那蘇聯在更正 朝鮮在2003年1月10日發布聲明 退出核武進主擴散條約 好 謝謝 謝謝 OK 好 繼續 好 那潛艦的第三段 那英國的海軍也正在發展 新一代的核子動力的獵殺潛艦 那在2050年以前投入部署 那取代原來的基敏級的核潛艦 那美國也在加緊建造相關的潛艦 那澳洲的核子動力潛艦的建設時間 大約需要20年的時間 那美國海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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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英國 更正對澳洲的 核子動力潛艦的專用 專用物件提供供應商 那將潛艦的零件或整個部分 運到澳洲去組裝 那下一段 遠端打擊的能力 那AUKUS安全協定的一部分呢 遠端打擊能力 那澳洲國防軍可以獲得 額外的遠端打擊能力 澳洲計劃在10年內 為其武裝部隊 裝備在空中、陸地和海洋領域 更大遠端的打擊能力 那為澳洲的皇家海軍 裝備戰斧的巡弋飛彈 那這個巡弋飛彈呢 裝備射程900公里的聯合空 聯合空面區 聯合空面防區外的飛彈 還有遠端防艦飛彈 那澳洲也加速建立一個 10億元美元主導的 引導武器企業促進技術工作 那幫助確保澳洲的主權防禦能力 那這些能力透過AUKUS進行協商 那管理以及滿足澳洲戰略要求的其他能力 那下一段是電腦還有網路的技術 那AUKUS的聲明 包括 增強聯合能力和互操作性的既定目標 那這些將集中在網路能力 人工智慧 量子技術還有海底能力上 那AUKUS的目的是澳洲 英國和美國促進更深入的資訊共享 以及與安全和國防有關的科學、技術、工業基地 和供應鏈的進一步整合 那加強在先進和關鍵技術方面的合作 那AUKUS的目標也會深化於 四方安全對話的夥伴關係 那共同建立一個開放和訪問 和安全的技術生態系統 那尋找先進的方法來加強 關鍵基礎設施的應對 網路的一些適應性 好 那一關下一段的... 一千分隊長 你方便再稍微簡述一下那個 給它點進去 四方安全對話 簡單介紹一下 好 OK 四方安全對話 好 四方安全對話是 QSD 簡稱 CORD 或者是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的縮寫 那是由 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間的 戰略對話 那強調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 共同目標還有實現 那四方安全對話也進行了名為 馬拉巴爾的軍事演習 那在2021年的聯合聲明 那在2021年的聯合聲明 四方精神強調了對 自由開放印度太平洋的共同願景 那這是東海和南海基於規則的海事秩序 那並承諾對COVID-19的經濟還有健康的影響 那它的背景是在印度大海嘯後 2014年的印度大海嘯後 美日印澳四國共同的合作 那提高了提高了人道還有救難相關的援助 那一剛開始只是鬆散了夥伴關係 那2017年之後成立了COVID-19四方 那隨後就沉浸了十年 那因為他澳洲擔心就會激怒中國 那獲得的戰略競爭是冷戰結束後 美國主要戰略位於伊拉克阿富汗等大中東地區 那因為中國的崛起還有北韓的核問題 那美國的戰略逐漸轉往印太地區 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明確界定 美國未來的最大戰略競爭對手是中國 那是全球秩序最大的挑戰 那美國尋求中國周備的自由民主國家 建立戰略合作的夥伴關係 那儘管美國跟日本還有澳大利亞形成軍事聯盟 那美國與印度建立更緊密的軍事歷史的聯繫 是一個複雜而且困難的過程 好那以上是四方安全隊的介紹 那接下來再請以前分隊長 介紹一下國際對於AQS的反應 OK好 那AQS的國際反應 那我們首先先從日本來看 那日本的外交的首相 在2021年9月17日跟澳洲的外長 那進行了電話會談 那歡迎澳洲與美國還有英國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那AQS 那確認了協力去支持 實現 繼續自由的開放的印太地區的方針 那第二個是中華民國的反應 那中華民國副總統賴清德歡迎AQS 那認為是對區域內民主政體和平繁榮的正面發展 那我們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發言人 那在立會上表示 台灣未來將持續在台灣關係法 還有六項保證的基礎上 深化與美國緊密的夥伴關係 那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及台海跟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那第三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應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在2021年9月1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批評 英美協助澳洲建立核潛建的這個事情 那違背了防止和擴散的精神 那引發了區域的軍備競賽 那有關環球時報也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 那中國的國防部長表示反對和強烈譴責 美英澳的潛建的合作 那下一個國家是北韓 那北韓的外報的輔導長 在2021年9月20日回答朝中設計的提問 那稱美國從英國和澳洲建立三方安保合作體 那決定向澳洲移交核潛建建造技術室 破壞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 那引發連鎖核武軍備競賽的而且很不好 而十分危險的行徑 那下一個國家的反應是印尼的反應 那印尼表示憂慮它的鄰國澳洲宣佈 英美安全統盟 那獲得核潛建計畫後 那在此區域的軍備競賽 印尼外交部呼籲澳洲 維持其對區域和平的穩定的承諾 那重申了印尼尊重國際法 那澳洲總理莫里森 原定與印尼總統見面也沒有後續的結果 你今天分隊長等一下 所以你覺得印尼印度尼西亞 印尼亞它的態度如何 你感覺 我覺得它也是反對AUKUS的成立 因為它覺得這是個軍備競賽的反應 以後我們有機會可以了解一下 為什麼印尼會反對 這個也是以後可以值得注意的議題 為什麼印尼會反對AUKUS 好繼續 好 那下一個國家是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首相呢 在澳洲總理會談的時候發表說 他很擔心AUKUS可能引起其他強權戰士區域 有些是南中國海更加侵犯性的行動 那作為東協國家之一 馬來西亞堅持擁護東協秉持和平自由還有中立的原則 那兩國領導人一重申在印太區域確保安全的保證 那同意加強各方面的合作跟磋商 那包括在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下的防務領域 好 那下一個國家新加坡的反應 那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在澳洲總理莫里森介紹澳洲、英國和美國之間新建立的三邊夥伴 那新加坡與澳洲、英國和美國有著長期的雙邊還有多邊關係 那期待AUKUS能對促進區域和平做出穩定的貢獻 那也能與區域的和平框架相組相成 好 那下一個國家紐西蘭 那紐西蘭總理在2021年9月16日發表 重申了紐西蘭的立場 那不允許和潛艦進入紐西蘭的水域 那同時發表沒有就該協定與AUKUS接觸 那在同年10月的時候 紐西蘭表示不願意加入美英澳三邊的協定 那不參與核動力潛艦的研發 那下一個是東南亞國學的反應 那某華人曼谷的特約記者在他的個人專欄中說 印尼媒體透露 那東協秘書處已救澳洲擬建核子動力潛艦的計畫 聯絡所有東協成員外交部長進行磋商 那此後各國外交部長將聯合發表聲明 那下一個國家的反應是菲律賓的返運 那菲律賓表態支持英美澳組成AUKUS 那以及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艦表示資源 那認為這將確保印在地區維持勢力均衡 那加強一個臨近盟友的力量 將其發揮能力有助於恢復和保持平衡 那不會破壞地區的穩定 那最後一個國家俄羅斯的反應 那俄羅斯的外交部長他表示關切 那他認為這是對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巨大的挑戰 並且我們還擔心這種夥伴關係 將使澳大利亞在經過18個月的磋商和數年的嘗試後 能夠獲得足夠數量的核子動力潛艦 所擁有此類武器的前五名國家之一 那俄羅斯的外交部長認為 AUKUS是美國撤離阿富汗後 歐盟尋求外交自主情況下的產物 好 好 感謝以倩分隊長的這一個介紹 好啦 以倩分隊長你方不方便你介紹完以後 你做一個小節 就是這個AUKUS的內涵是他在講什麼內容 就是他重點在哪些 AUKUS主要是對硬碳地區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聯合防衛 我覺得主要也是要制衡中國日益的擴展 然後呢 還有沒有其他人類AUKUS還沒有其他重點 防衛三個國家的集體安全 好 OK 謝謝你 那跟各位嘉賓報告 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技術共享方面 就是說那個 因為在這個潛艦方面 因為澳洲是核不過散的簽署國 所以那個美國拜登跟澳大利亞總理 這個莫里森 在新聞發表會裡面 他特別強調 特別特別強調 澳洲不會使用核武器來武裝潛艦 澳洲不會使用核子武器來武裝潛艦 這些核潛艦 只會攜帶傳統的那個潛射的那個巡弋飛彈 因為那個澳洲是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署國 就是澳洲是核不擴散條約的簽署國 然後這個條約禁止 就是或禁止澳洲取得或部署核子武器 所以他那個這個AUKUS裡面 澳洲的潛艦、核潛艦裡面 他澳洲是要發展核子潛艦 但是這個核子潛艦裡面 他不會配備那個核武器 所以他那個核潛艦裡面的那個 他還是攜帶常規的那個潛射巡弋飛彈 這個是AUKUS裡面 英媒要寫助澳洲打造那個核潛艦 就是澳洲會有未來 他們會擁有那個核子動力潛艦 但是當這個澳洲的核子動力潛艦 澳洲是不會用核子武器來武裝這個核子潛艦 也換句話說就是澳洲的核子動力潛艦 不會配備這個核子武器的淺色的核胚彈 這個是阿庫斯的這一個 阿庫斯的這一個他的內涵 各位嘉賓好 接下來跟各位嘉賓介紹一下 剛才是中文版的 接下來跟中文版的阿庫斯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英文版的阿庫斯的內容 他這一個阿庫斯 這個圍基裡面我們這個是從Wiki的 Wikipedia 他這個有有英文版的 他他第一段這個他就先介紹一下阿庫斯的內涵 然後再來是Background Background就是他的那個背景 還有他的海軍的那個group的 他先從這個澳洲的那個戰略裡面介紹 然後澳洲、英國、美國的那個negotiations 阿庫斯的三方的協議 Future Future就是未來 Tier 1 第一個階段的話是核子動力的這個 潛艦 這是Tier 1 Tier 2 第二個階段就是Technology Technology裡面有Hyper 超音速的還有抗超音速的這部分 然後再來是核子的那一個 核子那一個頗惠的那個關注 這裡還有一個comment 微信裡面還有comments 還有response from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就是相關國家對這個AUKUS的反應 澳洲的反應阿 然後再來是UK的反應阿 還有美國的反應 再來是國際的反應 然後有日本的反應 馬來西亞好像是比較偏向中立的 再來是紐西蘭 紐西蘭是更中立的 他全被反對的 北韓是反對到底的 還有Papupa New Guinea 還有菲律賓 菲律賓是美菲是同盟的 葡萄牙的 俄國是反對到底的 新加坡是贊成的 還有索羅門 還有台灣 台灣是賴清德副總統是反應的 還有其他的 還有歐盟的反應 所以跟中文版大同小異的 但是它的內容更豐富 更豐富 好 那我們首先就來 看到這個英文版阿庫斯 右邊裡面這個就有 上面是英國的國徽阿庫斯 然後右邊是美國的 左邊的話這個就是 因為澳洲以前是英國殖民地 譬如說他一個十字的這樣 這個是他的那個 他的這一個徽章 阿庫斯的徽章 所以我們看到地圖裡面 就是有美國 還有美國 他這個美國那個 阿拉斯加州 還有那個英國 然後在澳洲 我說這個澳洲的土地 也是非常大的 然後 Ebreviation 就是縮寫阿庫斯 成立在那個September 9月15號 2022億的 兩年前 然後他是用軍事的 那一個 Military Technology Partnership Partnership Membership 有Australia Australia 然後再來是澳洲 United Kingdom 英國 然後在United States 好 我們有中文背景 所以我們來看英文的話 那我們就先把它轉換成英文 中文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再來就是 恭請這個 乙倩分隊長 陳乙倩分隊長 來繼續跟大家介紹 好 阿庫斯 這是英文版的 我們把它翻譯 用那個Google翻譯成中文 好 那乙倩分隊長 拜託你再繼續介紹 好 奧庫斯 謝謝 嘿 好 那謝謝老師 好 那奧庫斯 那 歐松 德爾阿斯 奧庫斯 那 那 那是 呃 你先分隊長 等一下 你直接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翻譯成中文了 你直接用那個Google翻譯的中文 介紹就可以了 好 Google翻譯的中文 好 那好 阿庫斯呢 他是澳洲 英國和美國間的 印太地區的三邊 安全夥伴關係 那他在2021年9月15日宣布 那夥伴關係涉及美國和英國協助澳洲 那採購和動力的潛艦 那夥伴關係還包括在先進的網路機制 那 人工智慧 和自主 量子技術 水下能力 呃 超高音速還有反超高音速 那電子戰 創新和資訊共享方面的合作 那 那 等一下 你先分隊長 你點一下那個量子技術 簡單的介紹一下他們在AUKUS 那個量子技術是怎麼 是怎麼一回事 好 量子技術 嗯 好 量子技術 匡 匡匆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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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量子技術 那量子技術是 是 物理學還有工程學的 新領域 那 他是有關 依賴量子力學的特性還有技術 那他主要運用在 計算 那感應器 那密碼學 模擬 測量還有成像 那都是新興的量子技術的 例子 那量子技術的發展 也影響了太空探索的領域 好 繼續 我們再請 以前分隊長繼續 我們就回去 AUKUS的 那邊 好 那 AUKUS呢 聚焦於軍事的能力 那區別 區別 紐西蘭 還有 加拿大的 五眼前報共享聯盟 那 那 國際防務安全中心呢 說這個夥伴關係為 關於印太地區優先事項的 有力聲明 那 美國的駐澳大使 說這個夥伴關係是促成 兩國間更大更深的夥伴關係 那表示在印太地區提供更強大的威懾 那 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政府公開表達了對這一夥伴關係的蔑視 那指得這三個西方國家具有冷戰的思維 因為這種夥伴關係被廣泛認為是 那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 對中國作為一個日益之性的 冰清超級大國地位的回應 那第三段的部分 那奧古斯的建立呢 表示他跟法國購買的前提交易就已經違約了 那法國的外交部長認為他們澳洲的行為是 背後捅刀子的行為 那結束了在法國和澳洲之間發展更深的戰略夥伴關係 那奧古斯的背景來到下一段 那就是海軍集團澳洲戰略的夥伴協議 那主要是協助澳洲擁有核子潛艦的技術 那我們看到海軍集團澳洲戰略夥伴協議的 最後一行 那澳洲總理莫里森表示 基於印太戰略情勢的變化 那澳洲現在需要一艘比常規動力潛艦更巨 航速更快 就是水下停留時間更長 那載重更重的優勢的核動力潛艦 好 那下一段是澳洲、英國、美國 和美國的談判 就是一味的就是說 美國只有供應給澳洲 但澳洲並沒有給美國 那下一段的特點 第一集 核動力潛艦 好 上面就是介紹核動力潛艦的特點 我們現在澳洲這一個介紹 最主要是澳洲、英國、美國之間的印太三邊的夥伴關係 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要不然我們今天就先錄製到這裡